这么大事还考虑 这么定了 就我这婚人 就我这成年可以和这么婚人 我还能得病 天老爷都不能要得病 今天这位大爷79岁 老有钱了 存款少说 也有个大几百万 就想找个身体好的办 红娘美丁 美丁 你好 你好你好 王长林丧哦 月收入6000元 住房面积44平 王大爷年轻的时候 攒下不少钱 现在退休了 自己生活条件非常不错 这不 刚见到红娘 立马介绍起自己的床 入白胶的 入白胶的 泰国产的 一个床店就是7000元 这么贵的床店 老伴走后的这些年 王大爷没事就是出门旅游 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开心就好 但是这种日子好是好 就是一个人闲着的时候太孤独 所以大爷决定 还是要给自己找个伴 我现在是身体是第一位 其他的都不折 最好是66以上的 72以下的 4月份5月份 我就准备出去一趟旅游 当然是有老伴 就一顿去玩 每个月还会带着大妈出门旅游 这有钱人的快乐 可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江大妈 江苏方72岁 丧欧 月收入3500元 住房面积73平 江大妈最大的爱好就是K哥 买了七八个手机 天天隔家里唱歌 把K哥当做了 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对于蔚蓝老伴的要求 就是希望对方不要干涉自己K哥 不必呗 我就为了找老伴 我K哥都不K了 那我一个我自己孤单 我一个害怕 我也不找了 那你这找这个另外一半 比较看证啥呀 主要是这个人吧 就是别小都鸡肠的 别咕咕咕咕咕的 就是大大方方的 就是舍得能给你花钱的 那才叫感情 你知不知道 舍得给花钱的叫感情 那倒也了 他不舍得给你花钱 钱都不舍得给你花 还提啥感情 他不为你付出 他又别有嫉妒呢 我吃了这个还有啥意思呢 了解完两人情况 红娘立马安排见面 你俩都叫啥呀 接受接受 我姓王叫王昌林 你呢 我姓姜 叫姜树芳 姜树芳 刚一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眼型呢 还可以 算是 四方脸 姜大姐跟 不烦人瞅着是不是 对呀 有那老头瞅着烦人呢 这老头瞅着不烦人 长得也挺赶紧利索的 我刚刚就问我红娘 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问我 我就找个老伴 这老伴不还挺好的 我一言我说我就行中了 我说这瞎扯淡 没影的事呢 我第二天找个红娘 就打电话 大妈夸人的方式 就是与众不同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在骂大爷呢 随后两人就坐下来唠客 刚一坐下 大妈就问出了 自己最在乎的问题 喜不喜欢唱歌 那你让你唱一个 唱一个 嗯 你别唱了 大哥头一次 我不好弄唱 咋不好意思 那还怕啥 你看就在你个人 你看 王大爷就是会聊天呀 这江大妈整得都不好意思了 大妈还害羞起来了 大家看江大妈扭扭捏捏的 就说你不唱 那我就唱了 王大爷这几句 直接俘获了江大妈的心 大妈对她的夸诞之话 根本就停不下来 唱的也挺好 叫唱就唱 这个老头是个外乡的 挺开心的 两人落半天了 还没落到正式上来 红娘就让他们 要深入了解一下对方 但是我吧就是没唱歌之前 我气管不咋好 但是我从来不是出现 人家咳着喘 没有那种现象 就是吧 一走到走急了 就不行 但王大爷听到这 心灵就泛起了嘀咕 这个之前的老伴是因病去世 现在就想找个身体 没有毛病的老伴 那个我那老伴不就是什么 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兼职非兵 他呢 他这个肺子呢 呃 这个 不能护他的 他是兼职非兵 靠了讲解十年 啊 大哥一直在照顾 我一直 我一直 是 陪伴照顾 那你应该照顾 一小时一小时嘛 一年怕 呃 那个这个 被摄咬 十年怕九成 就不愿意 再找这个有病人 大妈了解到大爷的想法 立马罢气回应 那事还考虑 这么病 那么就就我这婚人 就我这成年开阔 这么婚人 我还能得病 天老爷都不能要我得病 虽说话是这个里没错 但是王大爷还是想坚持自个的原则 两人相亲也失败告终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